爱护妹妹有一套 美国FDA不推回春手术 想做阴部回春手术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近期发出声明千万别做 曾经女性执行阴部手术 只是为了取出癌细胞或油 但某些傻逼却认为 利用社会舆论压力 说服女性拥有完美的身体 是个好主意 现在这类疗程 不再关乎合不合法 只在乎阴部的外观 看起来是不是丰满有弹性 够不够紧致 女性必须不停的检视 自己够不够完美 很显然的 如果你想要更有自信 或重温恋爱的感觉 那么去医美诊所 雷射你的妹妹是一定要的啦 好像这种错误观念 宣导的还不够 医生还补充说 这类手术是无痛且安全的 不过FDA可不同意这种说法 FDA说 这种手术会造成烧烫伤 疤痕 而且实际上是非常痛的 他们已经向各医美公司 发出警告 禁止不当推销 未经批准的疗程 并警告女性 避开这类疗程 除了让妹妹回村外 医美诊所还提供许多 骨传和天然的 阴部健康疗法 不过这些疗法 并不见得有用 所以为了爱护你的娇嫩花丛 还是离这些鬼东西 远一点的好 别忘记 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